初夏时节 干西北的山村 日暖风和 今年81岁的台湾退役将领帅化民 第三次回到祖籍地 江西省凤兴县 赤田镇电商帅家 为祖父扫墓 献花 扣手 捧摸墓碑 瞻仰平吊后 帅化民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 谈了自己再次回乡的感受 看老家这边建设得很好了 老坟虽然还在 但是这个老村子换了一个面貌 那么这次到祖坟来 看到乡亲的热情 跟八年前是一样的 所以不管人世上再怎么变化 乡亲土亲 那还是我们中国的传统 这最终纽带 全世界不过看片了 也只有中国人 慎重追缘 这个仰望祖德 所以也无怪 四大文明今天还存在的 跟中华文明 1949年 六岁的帅化民 就跟随家人 从上海离开大陆 早在2009年 得知祖父的墓碑被发现 帅化民迫不及待地回乡寻根 2017年 帅氏赐塘进宫 帅化民再次写全家老小 一道回乡祭祖 每次回来 老家乡亲们的热情 与血脉亲情 总让他有一种别样的亲切 在一户宗亲家里 帅化民与大家坐下来攀谈了许久 也向大家解释起自己亲民 没能回来的原因 在台湾活了70多年了 那你说哪边是故乡呢 都是 可是你要晓得 对大陆的印象 都来自于我们的文化背景 读的历史啊 看的书啊 你会很想去体会一下 来了江西 我们的乡亲也很热情 你感觉到哎呀回家了嘛 有这个感觉 临别时 村口的一棵枇杷树挂满了果实 有村民摘下一只 塞到帅化民手中 车辆行驶在出村的乡村公路上 帅化民侧身 用手机拍下窗外 挤枇杷的照片 分享给未能回来的家人